來大家好 我今天要打的關卡是 那個宙斯的超級 應該第一集 就一直覺得一直小混 超級級級級 我們來看第一關就是有 三個妹 那在最好的情況下 當然是指定中間的水妹去做攻擊 那因為我剛剛看到是CD2就沒有 因為CD5的全攻擊 那如果知道水妹CD1的話 一定是先指定水妹做攻擊 對 那你這邊 我覺得這邊還是盡量可以洗技能就先洗 因為其實他們打的很多不同 那你現在我沒出 所以我一定會選擇去寫暗珠 就是把暗珠移到旁邊 那你這邊也不用說你被打到殘血還是怎樣 因為你只要有三顆星珠 基本一定會回來的 那 我這邊因為黑狗模樣也剩一洗滴了 所以我就直接 把他帶走 那如果 我剛剛如果我沒有洗技能 然後這邊有卡住的話 可能就死在這邊 但是 我如果我現在有洗技能就算我卡按住 我還有黑狗模樣可以開 然後這邊就 就是 就是 你現在按一個有進一步 你直接打到殘血 就沒有意思 下就直接把他打死了 而且還蠻痛的 剛剛也還好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這個雅典蛋是第一個 比較關鍵的 因為 他 就是 也是一定要 一定要一定的 也是有一定的血量 那我這邊沒有選擇去 去做疊下面的行速跟組 因為我想要銷 兩匹 就是銷量 天降按住機率比較高 好像只有天降7 不過沒有關係 那我們來到第四關 這個 木妹 其實木妹大家可能會覺得 8COMBO很難 但是其實我們如果用西亞隊進來的話 天降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 既然天降機率比較高的話 那 我們也就是 比較不用擔心 這一關 那其實 這邊也就是天降到 這邊只要你走到8COMBO 是一定帶的 他血非常的軟 那來到這一關 我覺得這一關是一個關鍵 對這關是一個關鍵 就是你 這一關的打法 就是說其實他吸D2 然後打了好像1萬3 應該是 你這邊可以盡量去跟他摸 就是 能不要開技能 就不要 然後他CD的時候 當然也是一樣 我覺得這邊新珠是一定要做預留的 因為 你新珠預留他打你 黑毛 不會說 你 倒下以為了你還要開黑狗 去補血還是幹嘛的 就比較 就是不用擔心 因為你這邊新珠 你看我剛有預留新珠 所以我這邊 就還可以再 兩組新珠 就 7COMBO 然後就把新珠 因為暗隊其實回復也算不錯 回復力也算不錯 回復力也算不錯 那我剛剛也是在這邊把新珠切開 那如果剛剛 我還是有新珠回座補血 所以我覺得 這關你預留新珠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來到波菜盾 我覺得波菜盾這邊 因為 是一定要開技能的啦 但是你選擇開技能的時機是什麼 什麼時候 那你進來 當然 就先不用想說 先開 因為 先跌那個 就是 就是比較 我覺得這是一定要的 正常你有在玩的 你一定 一定是 roz connect 不會 然後打了兩回合之後 現在 所以為什麼在這個季節的時候就選擇開黑咣吾羊 因為 就是 當我沒有在開暗渦的情況下 我沒有辦法保證說 我一定不打死 所以 我在這邊 如果我先開黑咣吾羊 那我沒有辦法打死 那我先開了 天天可以開去做攻擊 然後 我這邊 到這邊我現在就是沒有把他打死 但是我覺得場面的暗渦是夠我把他打死的 所以我就沒有再去 去做開天蠍的動作 這邊也是 講一個攻掌 到了8combo 那也是 然後你 進了這關王關咒死 到這邊你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你 都不會死了 那 我 那是一進關就先開阿體啦 阿體是一進關就馬上開 那你開始就開始 開始慢慢的 打他 慢慢把他折磨到死 我還有4個可以做工 然後我打了兩個回合 最後 我的那個 密集的跌比較出來 我反正這個時候場上 新租 蠻夠的 主要這邊選擇 可以先接 做一個小爆版 然後這邊就稍微想想 現在 現在 我跟他 其實我跟他 這樣是更得力的 對 今天這樣也是 把他打到 大概剩了 一半 多一點的血 那 這個時候 我覺得 廠商的 按住也還蠻夠的 所以我就沒有在這邊 選擇開黑狗公務的樣子 這關要不要帶雙子 其實我覺得 這關 不一定要帶雙子 因為 你這一個現在他的技能 是 把下面那一種 就 這次花到滿 所以我覺得你這關如果你 黑狗公務可能會比 雙子好一點地方在這邊 可能啦 我覺得啦 我覺得比較好啦 那 為什麼太滿 是因為我神功後沒有練 還沒有練滿 可能我 神功後地震 真的是 蠻累人的 我現在 流鬼 神功 流鬼 然後這邊 選擇開了 就大爆吧 等於一分開了 那 這邊 可以 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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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 關鍵 只要21 22 22 22 Combo 那22 Combo 是絕對 臨時帶得懂的 沒問題 對啦 臨時 臨時通關 掰掰 大家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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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 就趕快臨時通關吧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